如果那个男的想要跟我结婚的话 我当然想要再生小孩 在参加让生活好看时 作为张博之闺蜜的张欣宇就在真心话大 冒险中为观众粉丝们问到了很多猛料 本来没公开的一些私事也随之涌了出来 粉丝们瞬间都炸开了锅 这些可是张欣羽冒着被张博之打的风险问出来的呀 可谓是惊喜满满 张博之在前段时间凭借着乘风破浪的姐姐重新大火 虽然张博之在该节目的舞台表现不是特别出彩 经常有跳错、顺拐等纰漏 但是能在从未涉及过的领域做到这般属实不容易 而且还保持不老的美貌更是一个加分享 事业开始有了起色 张博之受邀参加了让生活好看 还把在浪姐认识的好闺蜜张欣宇邀请来了 在被问到现在是否单身时 她的答非所问出卖了她 虽然没有直接回应 但是连张欣羽都说 你这样太明显了 你现在单身吗 你现在单身吗 紧抱紧抱 我要向你拜拜 张博之随后回应 我不会装 我装不了 不要剪进去 没关系 这个剪进去太明显 太明 我不能装 我装不了 这也算是张博之首次回应新恋情吧 张博之自从和谢霆锋离婚后 至今暂时还没有再婚 而谢霆锋却是与前任王妃再许前缘 对于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张博之 网友们表示心酸 也因为之前在风振华的时候 事业受到铺天盖地的丑闻影响 那时候的他还有谢霆锋可以依靠 可是不久连唯一的依靠都离开了他 他也因此沉寂了很长时间 但是没工作就意味着没收入 还有三个孩子需要他独自抚养 他怎么甘心就此堕落 于是就开始了付出 现在听到张博之自己承认新恋情 很多粉丝都为他感到高兴 毕竟现在孩子都是张博之一个人抚养 生活压力也会很大 如今要是有个男伴来和他一起生活 想必生活不会太过枯燥乏味 也能让长期没得到过父爱的三个孩子 能体会到家庭的完整 这是极好的 也是粉丝们的诉求了 八卦的张新宇还问出了张博之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的 他毫不犹豫直接回答 刘青云 刘青云 对他一直是我的男生 提起刘青云 喜欢看港剧的小伙伴应该不陌生 之前和张博之也是合作过很多出电影 很有魅力 于是大家就想会不会新男友就是在说刘青云 张博之赶紧说 不可能 他好爱他老婆的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不是刘青云 张新宇最后还很含蓄地问了张博之 现任一个月赚多少 随后张博之的回答 网友都愣住 张博之不慌不忙地说 还可以吧 但我还是要继续工作下去 看到如今还拼命工作的张博之 粉丝们都觉得很心疼 很多人都夸赞张博之 他坚持这么多年 有通告就接 努力赚钱独自抚养孩子 是一个很有责任感 顾家的妈妈 大家喜欢这样的张博之吗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 点关注不迷路